曾经的央视名嘴 再加上国民老公王思聪 这样的顶级组合一起去驰骋商场 同时呢是在他们自己非常熟悉的赛道上 按理说应该游人有余了吧 但谁能想到 华丽的袍子下面竟然满是狮子 今天根据经济观察报的报道 央视前知名主持人 足球解说员段轩被法院认定 在2018年到2020年之间 向体育总局奥运会备战办公室的主任刘爱杰 行贿人民币美元欧元等等现金 折合起来超过了人币950万 同时呢他们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靠着刘主任打招呼给单子 段轩所在的公司因此获利超过3500万 段轩在央视干了接近20年了 因在央视体育解说足球比赛而成名 他独特的解说风格被人们称为是 沙哑的足球诗人 2015年的7月31号 北京申请冬奥会成功 同一年王思聪成立了香蕉体育 而段轩也是在这一年离开央视 加入香蕉体育 担任法人董事长总经理 并且还持有20%的国家 2017年香蕉体育拿到了 北京光创投等等机构的 3000万A轮融资 当时说这笔钱的用途 除了打造体育内容产品之外 还会用于开发冰雪 极限这两个领域的优质赛事 那冬奥会的项目不正好 就是冰雪极限之类的吗 于是段轩就跟前面说到的 刘主任搭上了线 用简单粗暴的方式 追到世界各地去送钱 还是送的现金 2018年到2020年 一共送了900多万 让香蕉公司成功拿下了 帮体育总局 以跨界跨向 选拔冬奥会优秀运动员的 中介合同 并且因此获利了3500万 甚至未经过官方证实的说法说 某位在北京冬奥会上 取得了不错成绩的 股性运动员 都很可能是通过这种方式 给运作的 然后冬奥会是在 2022年2月20号结束的 2022年的4月份 这个香蕉体育的工商信息 就已经显示为注销了 再加上公司注销 是需要耗费时间的 所以差不多就是 冬奥会一闭目 公司就同步着手注销 2023年的3月底 刘主任落马 而段轩的微博 则停更于2023年的4月18号 说起来其实挺唏嘘的 段轩靠央视成名 荣誉无数 后来选择从商倒也没错 而他离开央视 加入香蕉的2015年 正是万达风头无两的时候 当年的老王丽亚马云 马化腾 再次成为了福布斯 中国富豪榜的首富 而彼时的思聪少爷 那也是意气风发呀 老爸给的五一练手资金 在泡沫的烘托下 膨胀了好多倍 可以说段轩是选择了 在行情最红火的时候入了局 但是转眼到2017年 一切就变了 这个时候老王的万达 已经开始了灰类大甩卖 这个时候的段轩 作为香蕉体育的董事长 还是股东 想来压力应该也是有的 而他最终选择的是 用违法的手段 饮阵止渴 所以注定将滑向 无尽的深渊